大家好呀,欢迎来看蜜虫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奇幻爱情剧《不要离开我》 又静经常梦到自己穿着古装 面前出现一名男人 帮他捡起掉落地上的发钗 但是他看不清男人的脸 白天清醒时,又静偶尔也会看到幻象 为此他非常苦恼 甚至去看了心理医生 但心理医生根本没把这当回事 将带他回去好好休息就好 又静父母脚房为了偿还爸妈留下来债务 他同时搭起份工,生活艰辛 但他惊同音乐,会弹古琴,吉他等 经常去老人寿宴上,也都赚钱 又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 为了实现梦想,他有时候会去街头唱歌 这一天,李源来找他 李源是又静关系很好的哥哥 是位知名艺人,李源想要帮又静一把 毕竟光在街头献唱是无法成为歌手的 晚上,六百年一遇的满月红蓝光交响回应 一名黑衣女子走进弥陀寺点亮一个蜡烛 他念着,六百年前的爱天即将再次到来 随后,黑衣女子在寺外的空地上席地坐下谈家耶勤 谈作了一首鬼曲 通过这种方式,他爱的人将再次出现 但是他想象中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黑衣女子只好去找又静 他给了又静一笔钱 请又静去弥陀寺外谈家耶勤 又静虽然很害怕 但为了钱还是接下这份工作 又静聊弥陀寺,约定时间快到了 月亮慢慢变成红色 又静谈着谈着,忽然感到一阵心痛 这时,一个神传谷装的男子从庙里走出 又静以为自己见鬼了 当场晕了过去 男子背着又静往外走了一段路 他觉得又静有些眼熟 又静醒来,谷装男子还在 自我介绍到他是朝鲜乐师朴然 朴然跟着不远处的高楼大厦和万家灯火惊呆了 在他的时代,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朴然跟着又静往前走 一路上看什么都新鲜 在又静看来,朴然就像个傻子 不知道是在装,还是真的是一老 朝鲜时代,又静曾经是贵族小姐 但在父亲被诬陷为逆贼后 一夜间嫁到中落 父亲被厨子,母亲因此昏倒 又静被刘芳做了婢女 又静唯一的快乐时光 就是在洗衣服时偷偷唱歌 这一天,他在邻间歌唱 恰好乐师朴然也来到此处 他在聆听树林中的各种声音 突然听到了又静的歌声 朴然被这阵歌声吸引 悄悄说的歌声找过去 又静的衣服以外被水冲走 为了捡衣服,又静跳进河里 最后还是朴然把她救起来的 又静连句谢谢都没有说 就害羞地跑走了 朴然捉了上去 把外套给又静披上 接着这个机会询问又静的姓名 又静表示自己只是个小小的婢女 朴然对又静一见钟情 事后的这字里 每次又静被欺负 朴然总是第一时间出现保护她 朴然还带着又静去见自己的朋友们 朴然是乐师 她的朋友也都非富即贵 经常就在一起演奏、跳舞 这一世的李源是朴然的弟弟 第一女子则是精通巫术命令的神女 神女给朴然算了一挂 朴然好像即将有姻缘要到来 但这姻缘是好是坏 暂时还不清楚 李源叫婢女送酒上来 来了婢女正是又静 又静和朴然彼此情投意合的消息 早已传开 李源故意当着又静的面说 朴然作为乐师 绝不能和身份卑贱的人在一起 又静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李源想借此来提醒又静 不要对身份不匹配的人抱有幻想 她已经不再是大富家的女儿了 此外 神女也算到又静会带来动乱 时间回到现在 又静把朴然带回家里暂住 朴然一醒来 又静就问她要钱抵房租 朴然身上哪有钱 她只好从袖子里抹出两个小金龟给又静 又静暂时收留了朴然 晚上朴然和又静一起坐在外面天台 又静谈着其他 唱着前世又静在河边洗衣服时唱的那首曲子 朴然听着听着 好像被唤醒了一些记忆 她想起前世和又静一起玩 还有又静被困在湖海里的画面 晚上朴然睡在天台帐篷里 半夜因为内急惊醒 想爬起来 结果被睡袋捆住 连人带帐篷滚到地上 好不容易脱身 她却敲又静的房门 又静警惕地举起平底锅 说什么也不肯开门 无奈之下 朴然只好下落 看到一个醉汉在路边叙叙 朴然以为这就是如此的地方 醉汉看到穿着古装的朴然 以为看到了鬼 吓得提起裤子就跑 盯触对方慢走后 朴然在相同的地方叙叙 第二天早晨 又静出门打工 过几天就一次试镜 又静正为此苦恼不已 她叮嘱朴然 一定要紧紧跟着自己 不要乱跑 楼下的大叔 也就是昨夜里的最汉 神秘地告诉又静 要注意安全 这里有鬼 朴然一身古装 走到哪里 都格外引人注目 又静带朴然去到图书馆 朴然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 看着一整面墙的书 连连赞叹 又静在图书馆 终于搞清楚朴然的身份 他是历史上三大月圣之一 书上的画像却是个朴然长得一模一样 看来这个奇怪的男人 真的是从朝鲜时代穿越而来的 朴然突然想起了什么 叫出了幽静的名字 幽静明明没有向他提过自己的名字 朴然是怎么知道的 朴然又恢复了一些记忆 他想起前世 幽静被困在火里 他冲进火海救他 但是再出来时 就来到这个时代 遇到了面前这个 和幽静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他把这些告诉了眼前的幽静 而幽静忙着去便利店打工 把朴然带到店里 幽静也突然想起些什么 他梦里那个男人 好像就是朴然 他为什么会出现 有关朴然的梦境呢 又为什么会在那个院员之夜 在弥陀斯见到朴然 黑衣女子 也就是前世神女 肯定知道些什么 幽静他给神女 但神女没有见 神女知道 这是命中注定的相互纠缠 朴然独自行动时 不小心闯了红灯 差点被交警抓起来 还好幽静看到了上前解围 朴然知道自己做错事了 回家之后 幽静教了他很多 比如要在这个世界生存 要学会提防陌生人 不要接受陌生人 莫名其妙的好意 听到这句 朴然反问 幽静此前并不认识自己 作为一个陌生人 为什么要帮自己 幽静被问倒了 朴然告诉幽静 他是自己的爱人转世 而自己是为了救爱人 才来到这里 幽静一开始 当然是不相信的 晚上 幽静终于同意 让朴然在屋里 打地步睡掉 幽静抱着吉他 在天台练歌 朴然躺在屋里 安静地听着幽静的歌声 在古代 朴然和幽静彼此情投意合 但幽静对于两人身份地位的差距 还是心有芥蒂 当朴然想要牵他手的时候 幽静则会瞎意识躲开 但朴然很坚定 他已经认准了幽静 有两个婢女就向大人告状 幽静被抓起来脱去鞋袜 绑在路中间的竖装上 过往的人都能看到幽静 还有流氓想飞理他 对于那时候的女子来说 这种责罚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李源在这一幕 上前帮忙赶走流氓 救了幽静 他不知从何时期 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关心幽静 他初次见到幽静时漫天话语 幽静唱着歌 别人都嘲笑李源是数字 只有幽静向他伸出手 那时候李源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意 直到幽静和朴然在一起了 他才明白他错过了 神女告诉朴然 他必须离幽静远一点 因为幽静命不久矣 而朴然会被困在万劫不复的时间里 就算轮回反复 幽静还是会因他而死 朴然以为是在开玩笑 没有当真 时间回到现在 今天是幽静选秀的日子 李源一大早就来幽静家敲门 幽静不能让别人看到他房间里还有其他男人 于是把朴然关进厕所 李源带着幽静去参加选秀 楼下两个八卦女人 也就是前世像老爷高中的婢女 看到李源和幽静待在一起 狗仔本能爆发 开着车一路尾随 而朴然不知何时 已经从厕所逃出来 偷偷上这辆车 跟着两个八卦女一起去找幽静 李源带幽静去化妆做造型 化妆身一眼就看出李源喜欢这个女孩 幽静换上漂亮的白裙子 李源看得挪不开眼睛 朴然在楼下四处寻找 看到幽静穿着白裙子出来 李源搂着幽静离开 朴然冲上去把脸儿分开 不远处两个八卦女正在偷拍 争执间 幽静不小心被推倒 一辆卡车正开过来 幽静来不及站起来躲避 朴然和李源连忙冲上去救人 为其时刻 朴然想起了神女告诉自己的 就算不断轮回反复 幽静也终将因为自己殒命 卡车在最后几条关头挤刹车 幽静逃过一劫 李源把幽静带到自己的保姆车上 朴然也挤上来 两人对幽静都百般关心 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 到了面试场地 朴然因为服装特殊 被另一个节目的PD 当成工作人员临时拉走 还好在幽静试境开始前赶了回来 幽静非常紧张 朴然鼓励他 幽静拉着朴然一起走进选秀场地 只要朴然在 就能稍稍安抚幽静不安的情绪 两个人合作唱了一曲 打动了所有评委 被称赞为目前为止最美美的歌声 最终顺利通过实镜 回家之后 朴然和幽静在电视上收看选秀节目 现在才开始准备第二轮比赛了 幽静准备写一首新歌 吃完饭 朴然跟着幽静去街头唱歌 楼下两位八卦女 看到幽静身边又出现了另一个男人 少不了一轮一番 走在路上 两人被路人认了出来 大家纷纷称赞朴然长得帅 朴然也很意外 这就是电视节目的力量吗 街头演出结束后 幽静带朴然去吃炸鸡啤酒 朴然被啤酒清爽的口感折服了 咕嘟咕嘟 一饮而尽 朴然渐渐爱上这里的生活 不想再回去 他想一直留在这里 幽静和他约定 万一朴然要回去 走之前一定要和自己告别 另一边 李源准备向幽静告白 他不想再错过了 李源聊幽静家里 幽静正和朴然玩着游戏 朴然宽大的韩服 玩起游戏来不太方便 于是李源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朴然在脱衣服 两人一见面 又针锋相对起来 趁幽静不在的时候 他们互相问对方 是否爱着幽静 答案是一致的 他们都已经认定 幽静是此生的幸福 幽静想邀请朴然帮自己写歌词 朴然给幽静 讲了一首老歌的故事 歌词里 妻子随丈夫跳入河里 歌曲里蕴含着 失去爱人的悲伤 无论经过多少岁月 都不能轻易抹去 失去爱人的嫖然 很能理解这种心情 她想把这种心情写成歌词 而另一边 幽静跟李源偷拍照 被传到网上 幽静家门口围满了记者 市场开车来接幽静去赞避风头 此时两位八卦女 正在接受记者采访 讲述了幽静出轨 同时脚踏两条船的故事 为了解决此事 神女带来一份练习生合同 让幽静签名 只要签了 就能把此事处理为 李源照顾练习生 顺利化解此次威竭 但签了合同之后 幽静就不能继续参加选秀了 神女把朴然叫出去 单独谈话 她称呼朴然为乐师 朴然认出来 她就是前世神女 神女已经转世了好几次 只为找到朴然 她身为神女 却一直爱着一个人类 每次转世都保留着前世的记忆 就像诅咒一般 非常痛苦 现在幽静就是朴然 爱人的转世投胎 朴然明白了 她来这里 就是为了来找幽静的 但神女提醒她 别忘了幽静的命运 上一世 幽静是因为朴然而死 这一世 恐怕也不能幸免于难 朴然陷入纠结 她不愿再让幽静痛苦 但是她也和幽静约定好 这一次如果离开的话 一定要道别之后再走 朴然不想让幽静失望 李源那边不停有电话打进来 还有广告商提出解约 李源根本顾不上自己 她担心着幽静 而幽静则担心着 车爷未归的朴然 过往的一点一滴浮现心头 人总是要分开后 神女她决定以后离幽静远远的 不再打扰她 她很痛苦 每天祭酒消愁 神女告诉朴然 这是必须承受的 因为她的命运 不允许她和幽静重逢 神女会帮助她 在这里开始新的命运 这句话启发了朴然 如果她的命运可以改变 那么幽静的也可以 朴然还是想守护在幽静身边 她想回到自己的世界 神女威胁她 如果她一走了之 神女会杀了幽静 但朴然知道 神女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这也是神女的命运 一直忘不了自己 一直苦苦等待 不愿放手 李渊的市场亲自出面接受采访 回应了李渊和幽静的绯闻 幽静正式成为了 李渊公司的签约练习生 两人无需再避嫌 李渊带着幽静去参加一场派对 袭击幽静出来透气 她偶尔想到朴然时 还是会忍不住难过 但这时朴然远远地朝她走来 一把将幽静揽进自己怀里 李渊看不到幽静 出去找她 正好看到朴然低头亲吻幽静的那一幕 但幽静的理发技术确实不怎么样 把朴然头发剪得像个流浪汉 最后只好带朴然去美容院 换了造型的朴然颜值突飞猛进 谁看了都要称赞一句花美男 幽静给朴然罗列了完整的代办计划 包括办身份证 考驾照 朴然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挣钱 挣了钱之后就能像李渊那样 给幽静买东西 朴然微笑着看着幽静 幽静被她感动 突然就凑上去亲了她一口 朴然慢慢融入现代人生活 和幽静也开始了甜蜜的同居生活 咱们一起约会 排大头贴 吃好吃的 度过了非常幸福的一段时光 幽静在路边摊看中了一个挂饰 朴然使用身上为数波多的钱买给幽静 幽静出门有事 留朴然一个人在家 朴然想给自己找点事做 于是拜托楼下大叔给自己找份工作 大叔带朴然去工地做苦力 辛苦了一天之后拿到了微薄的工资 虽然浑身酸痛 但朴然心里还是很满足的 幽静回家后才知道朴然去打工了 朴然将这一天的工资交给他 幽静说不出有多心疼朴然 李渊失去幽静之后 每天酗酒一蹶不振 他退掉了很多工作 李渊原定下个月要发新专辑 但现在李渊这状态不光专辑发不了 所有后续宣传都跟不上 严重一点的话 公司都要跟着他倒闭 市长为此伤痛脑筋 下一次月全时马上就要到了 届时月亮还会被蓝光笼罩 是南域的天气景观 幽静想和朴然一起去露营看月亮 神女再一次来找朴然 他告诉朴然 他在这里不能久留 几天后的月全时 就是最后一次回去的机会 600年前的那一天 是幽静自己选择了死去的命运 他选择以死来守护朴然的名声 所以幽静并没有遗憾悔恨 是朴然太过于后悔和思念 无法得到救赎 所以才会再一次出现在幽静身边 如果这次他再不离开幽静 那到最后受伤的还是幽静 朴然陷入沉思 幽静真的会因自己而死吗 很快厄运到来 朴然在工地干活 一个重物突然砸下 幽静来找朴然时 正好看到这一幕 他冲过去把朴然推开 眼睁睁看着重物砸了下来 幽静被送进医院 朴然彻夜陪伴着 他很自责 他觉得是因为他的贪念 才会让幽静再次受伤 前世 朴然和幽静互相爱慕着彼此 幽静在路边小摊贩那里 选中了一个和现代一模一样的寡决 朴然买下 准备成亲时再送给幽静 但还没来得及 等到成亲那天 幽静就出事了 两个八卦的婢女 把此事报告给大人 幽静被抓了起来 关进弥陀寺 大人下令放火 领缘赶来救人 但于事无补 朴然拼了命往这里赶来 迎接他的 就是幽静被困在活海里这一幕 朴然不顾一切 冲进火里 熊熊烈火 很快将弥陀寺吞噬 两人一起葬身活海 朴然曾经计划 要帮幽静父亲洗脱冤屈 帮幽静恢复身份 然后两人光明正大量在一起 可是无法实现了 朴然还为幽静写了一首曲子 曲名叫做《不要离开我》 幽静也无法再听到 幽静没有遗憾 所以很快转世 而心怀不甘的朴然 则在弥陀寺里被困了六百年 时间来到现在 幽静在工地遇险之后 被及时送到医院 最终活了下来 昏迷的那段时间里 幽静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他在梦里看到了前世所有的记忆 他全都想起来了 令员得知幽静受伤后 去找朴然算账 他觉得是朴然没保护好幽静 才会害他受伤 神女过来治疹李渊 幽静并不是因为朴然才受伤的 而是因为李渊 原来工地那次并不是意外 而是李渊的市场策划的 市场以为只要除掉朴然 李渊和幽静能好好发展 李渊就能专心于自己的专辑 一切都会回归正轨 幽静出院了 朴然发现自己的身体 有时候会变得虚无 握不住任何东西 下个月25号 将会生起蓝色满月 神女再次来找朴然 梦他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朴然本就是趁着上一次 红月时开启的时间缝隙 才来到这个世界 如果这次蓝月不能将朴然带走 神女也无法预测往后的命运 接受最后审判的日子到了 朴然接幽静下班 一起度过最后的时间 朴然的神情中隐约透露着一丝悲伤 幽静有了不好的预感 朴然说上天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虽然很想留下来 但为了不让幽静受到伤害 她必须要离开 如果她能摒弃全部留恋和遗憾离开 说不定命运会安排他们 在下个转角处遇见 不管是500年还是1000年 她都会再次找到幽静 说完她紧紧抱住幽静 身体开始渐渐变得透明 最后化作一阵烟消散在空气中 朴然已经写好了 不要离开我留给了幽静 幽静唱这首歌去参加选秀 打动了所有人 她嘴探的梦想就此开始 分开之后 幽静还是会时不时想起朴然 想起以前点点滴滴 这一天她背着吉他奔跑在路上 挂坠不小心掉落 幽静回头去捡 一个男人出现在她面前 和她同时蹲下身 幽静看到面前的男人露出笑容 因为她一直等待中的那个人 终于回来了 本剧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包举 一整天嘴角笑弯弯哦 拜拜